發生在河南鄭州的疑似迷根事件 星期三凌晨由攝氏司機在網上平台直播 長達半小時的直播 由司機主動接載女士主開始 她和女士主搭散時 自稱是叫車平台滴滴的司機 過了無奈司機說要下車買水 叫個女士在車上等 下車之前用一支噴霧 在車上噴了幾下 行嗎?好的 司機向看直播的網民 承認噴的是迷藥 剛噴完也就是十分鐘左右 不知道這個女的會成什麼樣子 噴這個東西是讓她昏迷的啊兄弟們 是讓她昏迷的 賣一瓶給我 不是催情嗎 對對對就是催情的啊兄弟們 噴了她就直接昏了 對她都沒有那個知覺知道吧 上鉤了 她在上車的時候 女士主已經不省人事 這女的沒反應啊 對對對她現在就是沒有反應了 女士主被強姦的過程 全程在平台上直播 最高峰有幾千人看 司機更加不時叫人打相 直播被一個網民錄下 打格處理之後再次上傳 她解釋自己是在一個地下色情直播平台上 無意中看到直播 覺得好震驚 於是將事件曝光 希望引起關注 對於人說 片裏面噴的少量藥水是不足以迷魂一個人 質疑片段是司機自編自導自演 爆料的網民強調 自己沒有辦法證實事件的真偽 要留待有關當局查明真相 鄭州警方調查之後 在星期五晚通報 說片段中的男女是一對夫妻 所謂的迷姦直播 是他們以盈利為目的所做的噱頭表演 警方形容行為挑戰社會公罪良俗 突破道德底線 涉事的夫妻已經被捕 案件待進一步處理